噢小子 噢小子 小牛逼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子 咱们缅甸矿区的货啊 终于是又到了一批 但是被那个送货的小哥给送到老店去了 因为很多缅甸的朋友啊 不知道咱们搬了家 咱们得赶紧过去看一下 二姐 你要跑这里来了 等着很久了去哪里啊 不是我已经搬了 我搬到德龙那边去了 怎么要去啊 我就不知道啊 你不告诉我啊 没事没事 现在我带来了哦 先放下面吧 好了 到了多少啊 到了好多 好多好多好不累 熟悉的地方 又回到小西的地方是吧 看这缝去的货是多久没到了兄弟们 剪刀都干生锈了 天呐 来先帮我拿出来放的啊 兄弟们 激动人心的拆包时候啊 又到了每次拆包我都特别激动又开心 知道吧 来吧 这剪刀真的好久没用了 我差不多有 哎呦 小心点 小心点 没事了 还好没见血 身袖子剪刀危险 是吗 就他会容易感染 哦 这你一定要小心 阿姐 你先别走啊 等一下我还要对一下这吧 我跟你对一下 好 来啦兄弟们 一块木纳的料子 这个料子我记得很清楚啊 他有一个面是脱沙的他的一个沙粒啊排列非常非常整齐有序啊而且非常细腻云秤是吧那其实每一块料子我们都要看他的一个沙翻沙翻的怎么样是吧那么这个料子啊就是嘛它也是有物层的一个木呢那这个料子呢这一整个面啊脱沙啊脱沙而且是能够看到它飘色飘花的一个表现的啊所以说这个料子呢画的几率特别特别特别高这个料子价格不高啊这料早上是12000 12000啊这个料子我们先放一边你继续看 哦我问一下 不对啊姐啊怎么不对啊对了吧还有一些小的呢还有一些小的你看只有两个怎么只有两个呢啊这个应该就还有一部分吧那过了他就到了吧过两个我意思还要过两天是吧过两天我可还得等 拆吧拆吧呃这一批呢这种大个头的啊很多都是这种墨西沙墨湾基的这种底层矿料都是这种皮壳料皮壳的话非常非常老道大家可以看一下真正的那种老皮壳啊这个料子你看这边是那腊皮啊墨湾基的黑乌砂料子那么这个料子我记得也是有飘花的一个表现的来我们看一下 嗯是有飘花的表现看得到吧因为现在比较亮啊比较亮看到没有飘花这里面完全是有一个飘花的表现这种料子啊就是其实就堵一个东西了就堵它底子灰不灰了啊那么其实整一个料子来说它的一个包裹性皮革的一个紧实啊非常非常紧啊包裹性够好啊那么这个料子啊我记得是8万块钱啊 对不对哦我得看一眼是的没错啊兄弟们这料子是8万块钱8万块钱手镯位多它有点带那种淡淡的一个天空蓝的一个小感觉啊那么这个料子你看在这一边啊完全荧光感已经出来了啊虽然说灯光比较亮但是丝毫挡不住它的这种荧光往外翻啊那这个料子继续拆吧阿基继续拆这是墨湾基还是墨西沙这个墨湾基你看那么久了还看不懂啊我觉得是墨西沙的底层料那种 没有墨湾基墨湾基其实墨西沙那种底层料它跟墨湾基有点像它也会附着的一些黑蜡皮知道吧那像这个这个就属于墨西沙了这个就属于墨西沙的那种底层矿料了这个知道吧这个料子也是有着味来看一下那这边其实这料子也是有一飘花的一个表现啊我这个在路上太久了兄弟们其实这一批料子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记得它表现很好的知道吧 因为它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太久了一直都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么其实要保养的石头也是要保养的特别是这种黑石头时间久了我仓库有些料子时间久了得拿一个大盆去完全给它泡在水里面泡个个把星期然后它的表现才能出得来知道吧这个料子你看表现这边是浅脱沙的一个状态是吧也是有琴底色看到没有看这一包嘿嘿嘿嘿当时我买的时候呀这个料子 我记得全身都是这种表现这个料子是兄弟们这料子惊喜价啊三万块钱这个料子呢也是一个黑石头啊兄弟们黑石头都是老料子啊这一批看到没有皮革的话相当老道这料子表现也是变弱了兄弟们你看这料子价格不高啊兄弟们这料子好像是六千块钱这料子应该有五六公斤是有啊六千块钱这料子价格不高 皮革皮革皮革它的紧实度的话其实跟刚刚那两个没得比了啊就没有刚刚那两个紧这个有一说一啊不过价格不高这料子六千块钱啊先放一遍 这个板型哈这一批料子的板型都还可以有了以后都是老料这一批都是老料哇这个我记得是沙很好这料子 看见没有全身啊都没有骂杆这料子我记得有点春了兄弟们看到没有有春 这料子其实玩什么玩一个毛水什么是毛水啊就是说它里面的玉肉啊很有可能这种白的有一堂这种白的啊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翘色也可以说是毛水啊还有而且还有春这料子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大啊空间非常大这料子价格也不高啊稍等我忘记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玉肉吗这种不是玉肉它是属于就我刚刚讲了吗它属于毛水翘色知道吧就它跟整体料子的其他的 它的玉肉的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啊这料子也是六千多块钱六千六啊墨西沙初春这个很少见啊兄弟们啊有春的空间还很大的料子但是同样的薄讯也大不过价格不高小玩一玩知道吧先放一面 后面的还有很多好一点的还没到啊到处给郭姐也得分一点因为他跟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他最近可忙的很啊是啊又来一个全堵 这一批都是全堵啊兄弟们这个皮革也够老够紧啊真正的有棱有脚是吧那这个料子呢我看一下是多少钱是哪一个 这个料子兄弟们带你们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这边已经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它漏肉的一个状态看到没有这边已经化了啊这料子这边已经化了那种甜味已经出来了肉质特别细腻 那这边这料子不贵啊兄弟们这料子是八千八百块钱老皮革皮革的话相当够了嗯相当了这一批都是老料子兄弟们喜欢这种老料子的啊不要错过了好吧不要错过了来 来这个大的嗯这是个什么料子哦学生们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一块木纳的料子春代彩有春代彩的表现 这个料子兄弟们你们别看它就是现在来看品项有点丑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有断口其实我们行业人来说啊就是有断口有敲口的料子一般人都不会就有点抵抗有点抵触那种感觉啊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明了知道吧那么这个料子啊这个料子为什么会收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边玉肉它已经发黑了这个是真正发黑的啊 然后有白雾层是吧那这个料子它断口就是相当于这个本来它它是这样子的是吧这样子的一块料子那么它从这边斜斜的就断了一片断了之后呢我们已经能看到它玉肉的一个部位玉肉是能够发黑的然后我们现在上灯看一下看到没有春代彩切开是能够化的一个料子虽然说它带春带春的料子啊一般它的就化的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料子是什么应该不会太弱因为它真正有雾层的是吧 你看这一边这一边这一边没有黑的部位其实就是它的物层就相当于还没有断到它玉肉那这个料子呢其实唯一去堵去薄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就是需要堵一个裂纹了因为这个料子化的一个几率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之大了啊我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这个沙其实完全立得起来扎手的那种沙子了吧也是能够看到一点春和彩的一个表现这边有色花的表现是吧然后这一边也是能够看到它有春 有彩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这个料子我们通过它的一个沙是吧能够判断它沙是立得起来的并且它沙粒每一颗粒就是每个沙粒沙粒之间非常非常紧凑是吧并且排序一致啊那么很多就是不太懂的啊就一看这个沙就会说沙粗啊什么啊因为我们木纳切的呃因为我们木纳料子切的多啊对木纳料子还是有一些这个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判断啊真正压登那种一灯通透的木纳真的 它是属于雾层很薄知道吧可能也会画但是真正这种有雾层的木纳它画的才会更好才会出更大的惊喜啊那么这个料子你看这些皮革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它压登那个表现不是很好啊因为它有白雾层它的透光性会比较差一些所以说压登的表现不是很好看这个皮革再综合它的这个断口来看啊兄弟们我们是能够判定这个料子其实画的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知道吧因为我们木纳料子切的多了吧嗯 这个你老说自己切的多最近评论区又有人说你没怎么切料子 其实切料子去了吗每天都有切的只不过有时候没时间去记录知道吧那要不今天我们把这个小的给切了玩一玩好吧这个料子也是吻黑去了吗也不说吻黑啊就是八九不离十 因为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一个木纳羊梅沙它的沙它整体的皮革非常非常紧凑啊那么这边有雪雪其实深色化色啊那么这边整体它是一个脱沙的一个表现 是吧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是吻黑的啊兄弟们这料子是吧价格也不高我们切这个玩一玩吧好吧走这个要不切了就切大的吧切这块大的木纳 咱们切个小的玩一玩就行了大的留着卖钱大的留着给老朋友切好吧反正切了有黑不了不切大的小的都一样嘛对不对你如果能保证吻黑而且切大的 真不了很多料子我说了我只能说它黑的一个距离会大或者是比较看好就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知道吧但是很多很多人喜欢看切大一点的料子切大料是吧对 不是这个留着给大哥们切留着给大哥们切这料子五万块钱呢咱们要切就切大一点的嘛小的切都比较多了而且真的切大一点的料子的数据会好一点是吗对点赞的人会多一点是吗真的那行那就干这个那就把这个干了我再看一下兄弟们这料子是五万块钱啊有春有彩这个料子我的一个看法的话这料子不会差啊兄弟们这料子有白雾层就堵一个裂了 嗯就堵一个了走咱们拿去切这个等一下老板你们干嘛切料吗我把这个切了这个切了对我看看我看看 怎么你觉得怎么样 对我觉得很好 这有熊有小这个不差这个不差 这个多少钱这五万块钱吗 这个五万块钱对这个料我也想切啊这样吧也想切 喝一口啊可以想跟我喝一口是吧想喝一口啊可以啊你喝多少你随便你这个多少钱五万是吧一人一半吗还是哦对总都是五万块钱一人一半我就干不懂这样吧我我干几万块钱吗有啥干不懂的啊一万块钱吧一万块钱呢几万块钱吗可以可以 兄弟们那咱们直接拿去切吧在老店最后一次切料子好吧你帮我抬吧咱们去对面 因为木纳的料子啊它皮厚雾厚我们需要切厚一点这个料子呢我们直接中间干一刀好吧 来兄弟们机器一响黄金万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阿琪觉得怎么样 味道好大胆啊大胆啊 期待一下兄弟们 兄弟们料子呢已经切好了啊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玩lah 哦小姐妹 哦よろしく大家啊哎�か我好小妹妹 好的 你好好小姐姐 哦兄弟们 哦小姐妹就回去遛 Manchester 哦小姐妹 来 兄弟们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料子我们能看到什么 它的一个雾层很厚 看到没有 我们讲的木纳 它的雾层越厚 它的里面内化会越好 那么这个料子我们在皮上 能看到一点点阳绿色 你看 它这种色其实也近了 虽然有点黑 但是整体它画的特别好 就整个料子啊兄弟们 完全画开画底 肉质特别细腻 这片也是完美 虽然是还有一些裂 这个紫色的部位 看到没有 这边上色花都近了 裂纹的一个情况呢 近是近了 是吧 你看这种 是吧 这一种 你看像这种它不是裂啊兄弟们 这种是属于一点棉线 这个不影响 你看这个色 是吧 很漂亮 压灯整体的一个 你看这个真的是 有春有彩啊 有春有彩 非常非常好 开心吗 不要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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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那这个料子大家觉得现在切出来之后 它值多少可以打在评论区 跟小智一起探讨交流 好吧 朋友 这个料子 我问一下有没有喜欢改口的 喜欢的咱们卖掉不喜欢咱们做货 好吧 可以 好吧 合作愉快 OK OK 非常感谢的 好吧 兄弟们 那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先记录到这里 你们天天想看切料啊 今天也终于切了 并且还切的不错啊 但是 我有时候切的一些料子呢 也有切的不好的时候 是吧 但是玩原石嘛 都是有涨有垮的啊 玩石有风险 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 好吧 我的小智 每块好的翡翠 都应该有个好的归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啊 拜拜